这是一场极致创意展现艺术跨界合作的视听盛宴 这是一场具有立体感官享受的艺术展现 8月29日晚 一场表现创造力的艺术盛宴 在上海向世人展现 在唐佩里农总酿酒师理查德·杰华先生的协领下 法国电影作曲家亚历山卓迪普拉先生 为唐佩里农香槟王三款加酿 特别创作了三首乐曲 由钢琴家朗朗先生倾情演绎 并呈现于著名视觉艺术家韩力勋设计的现场装置中 四位艺术家联媚共创 将唐佩里农香槟王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现场的气氛感染了每一个在场的嘉宾 现代传播董事长邵中先生 也客串几主持人亲自采访了朗朗 在上海在这种感觉上你是怎么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今天因为韩老师的视觉上做得真棒 然后另外今天这个主题也是Don't print out 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也是第一次弹 就是完全为这个活动做的 所以这跟平时弹音会不太一样 对啊 我就觉得很特别的新鲜感 很新鲜 而且弹起来就是感觉第一次创造嘛 对对对 但这个不是再创造感觉 是第一次创造感觉 对 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 这种形式很好 并且我觉得你整个声音跟人也融在这个空间里面 对对对对 这个感觉给笼上了 在朗朗的精彩表演下 整个现场显然笼罩在唐培里农香槟王带来的艺术气氛中 而朗朗本人对于音乐的理解显然和香槟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一首是那个描绘的2003年 那年呢 对于香槟酒来讲是一个很有挑战的年 因为那年特热 然后这葡萄可能那年整个有点酸 所以会有点苦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呢 他做的也是有一点不安的感觉 当时你看他说第三首呢1966年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年 那么那年的这个酒造的非常的有空间感 有这个space 那么所以这个作曲家呢 这个Alexander Displan 这个曲子写的是像个原舞曲似的 飘飘的 而且对比性很强 在这样一个充满抑郁风情的现场 每一位参与者都对现场的试听效果有了自己的感受 之后 这是一位漂亮的观似的观众 因为这个信息是如何提供的 对比性的观众 在这个电视迹的观众 像拉伟监独的 推动来说 对比性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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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种概念 对比性的观众 对外界 对工业的观众 对比性的观众 就是用藝術的最好的方法 音樂是真的關於那一種 關於環境和人形的關係 在韓先生講到他的靈感來源的時候 他就已經提到說 他去那個Domperion釀酒的故鄉 看到那時候的修道樂 所以我想跟這個場所教堂 有很大一個呼應 那這也是為什麼他用了很多線條 其實這既是一個光的感覺 也是一個能量的感覺 當三款歌劇特色的 唐佩里農香檳王年份香檳 成為亞歷山卓迪普拉比夏 三段風格迥逸卻一脈相承的樂章時 在朗朗的指尖滑動時 在現場的光線中奔騰迴旋時 我們再次感受到了 唐佩里農這場表現創造力的 藝術晚宴帶給人的創新感受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